辦理的施工前的說明 我想都有跟湘辛來做本工程相關的工程概述 還有當時相關的規劃 也有 把我們的施工廠商 那一天最主要是說 我們工程發發完以後有廠商來了 那我們跟廠商跟建造簽證的公司 來跟地方打聲個照呼 那看看施工期間 廠商在過程當中有什麼問題 做雙量溝通 那今天非常感謝歐伯委員 非常關心我們這邊工程 從設計階段到施工過程當中 我們就施工前說明會也都有派主任來參加 那今天特地 教會委員召開這個計劃說明會 所以要公司來再詳細的跟各位鄉親來做一些工程的進度的說明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那個 來這邊來再幫我們服務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林務長長 以及府委員長 還有我們副委員的廖副文 也是我們前市區的工程庫的廖宿長 村長 看前面好不好 那個 各位鄉親喔 這個今天特別來舉行這個新城橋 風橋的記者會 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報告 在風橋期間會造成一些交通上的一些不便 以及我們交通上必須要做日的安全 所以召開這個記者會 其實是要跟鄉親報告 我們馬上就要進入這樣的一個階段 但是大家也知道這個防線期也到了 所以這段的施工也請施工單位能夠注意安全 那盡量在規定的一個工期裡面完成 那我也知道說 現在鄉親有一些期待啦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有能夠搭便橋 事實上這個問題我們在這個計畫執行之前 到現在我們都知道有這個部分的一個聲音存在 我們在 陳建宇議員啦 嗯 嗯 嗯